我国第三季的劳动市场连续八个季度扩张 但增幅进一步的减缓 裁员和失业人数则有所增加 人力部今天早上公布的最新劳动力市场预估报告显示 上一季度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24000个 其中居民和非居民的就业人数都有增加 大多数的居民是在薪资较高的金融服务 专业领域以及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找到工作 而非居民就业人数增长最多的领域 则是建筑和零售贸易等等 在失业率方面 今年9月的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 整体失业率是2% 居民和公民的失业率分别为2.8%和3% 上一季的裁员人数上升到4100人 比前个季度增加了900人 其中批发贸易领域的裁员人数最多 人力部指出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有意在未来三个月聘请员工的企业 占比从58.2%下跌到42.8% 而有意为员工加薪的企业 占比也从28%下滑到18% 占比正市场上升到40%下跌到48%下跌到5%下跌到3%下跌到5%下跌到80%下跌到问题 修行事件占比速循行事件占比又提供的声 thi